內地新增40宗新冠病毒本地個案 當中有24宗在浙江、杭州 省委員說 杭州由上週六起所有新增病例 都是來自集中隔離點 顯示今輪疫情 社會面的風險已經基本得到控制 而因應春節 東局暢渡身處杭州的居民 非必要不要出行 強調不可對往返浙江的人士 採取一刀切的管控措施 以疫情防空為理由限制人員正常流動 至於天津有11宗個案 北京有3宗 黑龍江和河南各1宗 北京冬奧大年初四建幕 當局繼續為開幕式彩排 吹散的煙火照亮國家體育館鳥巢的夜空 由於北京昨晚落雪 天色稍微灰蒙蒙 北京冬奧開幕式 亦在吳章強調人海戰術 而是以簡約為主 幕後團隊亦會將中國原創的數碼科技 結合東方傳統 表達出獨特美學 廣東省省長黃偉忠發表新春節詞 表示去年全省地區生產總值 達到12萬億元人民幣 並歷史性達成多項目標 這一年 習近平總書記 親自謀劃 親自部署 親自推動橫勤越澳深度合作區 前海深港現在服務業合作區建設 賦予廣東新的重大機遇 新的重大使命 受疫情及封關措施詞著影響 又是北京做野界港人選擇流經過年 有港式餐廳負責人說 當陸呼籲民眾就地過年 令到生意較往年好 由主播英記者梁卓一報道 來到上晚 未能夠和家人團聚 不想約北漂港人 去到港式餐廳聚餐 或者可以找回一些家的味道 在北京工作 已經兩年沒有回香港的港人Helen 原定計劃回港渡稅 但是遇上疫情出現反彈 回程的檢疫措施沒有放鬆 決定不回香港 而新一年的願望 就是能夠盡快通關 其實上年12月開始 已經期望一個通關 當然12月的時候 都有開始打算 但其實好幾次都通不成 都很希望今年可以通關 每年初一都會打電話回 給家人、爸爸、媽媽、朋友 都會跟他們說新年快樂 其實太久沒有回香港 當然都很想自己親自 可以跟他們一起過 有港式餐廳負責人就說 外省人都跟Helen一樣 要在北京過年 年28和年29的預約 在大半個月前已經爆滿 營業額會增長15% 按照現在這種測算 因為今年很多人 因為疫情影響 只能流經過年 所以說對自己好一點 在消費上都有所增加 基本上比去年 應該是增加20%的這種 餐廳亦都準備多了食材應食 當中海鮮就最受食客歡迎 海鮮方面 基本上是備貨率 比去年多了30% 因為過年喜慶 大家都要吃一些魚類 於是年年有魚 包括一些貝殼類的像鮑魚 橙子黃 還有一些大海鮮 像帝王蟹 鮑魚、波士頓龍蝦、奧龍 我們都有很充足的備貨 餐廳亦為食團年飯的食客 準備了例如笑口祖 等等的賀年小食 祝願大家新年快樂 笑口常開 無線電視著北京記者 梁祥 音樂 我們至今接種超過 30億劑次新冠疫苗 而疫情方面 昨天新增40宗本地港元 當中有24宗在浙江、杭州 省委建委說 杭州由上星期六開始 所有新增病例 都是來自集中隔離點 顯示今輪疫情 社會面風險 已經基本得到控制 而因應春節 當局倡議身處杭州的民眾 非必要不要出行 強調不可以對往返浙江的人 採取一刀切管控措施 以疫情防控為理由 限制人員正常流動 至天津有11宗槓槓 北京有三宗 赫隆江和河南各一宗 晨州13日 三個航天員在中國太空站 和全國人民拜祖年 一起看看他們有什麼賀年活動 今年是第一次有中國航天員 在太空過農曆新年 三個航天員佈置了天和核心倉 指令蔣澤志剛將複字貼在倉壁上 葉光赴和王亞平分別掛上對聯同年華 望遠一輪三個人和大家拜過祖年 祝大家新春快樂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虎年吉祥 祝福全國人民 新春快樂 虎年大吉 青春愉快 何家幸福 祝我們偉大的祖國 繁榮稱聖 國泰民安 三個航天員拿出毛筆 即席揮號 外界好奇他們在失重狀態之下 如何寫毛筆字 而當局未有透露航天員所用的 是否特製毛筆 而內地傳媒早前報道 他空中墨水不是靠重力流向不沾 而是靠毛細管作用 以表面張力引脈 所以毛筆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他們說 在年29當晚會一起看春晚 而且帶了不少年貨上太空 包括北方過年必備的餃子 在太空站過一個好年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明報導 台灣新增17宗本土病例 東局說疫情在控制範圍內 而為避免疫情傳播 全台各個廟宇都不可舉辦搶頭香活動 新增病例分別是高雄9宗 桃園7宗和台北市1宗 大部分都是早前感染群組的新延個案 但其中也有一宗感染源頭不明 東局說超過一半的新增個案 在居家隔離期間算為陽性 台灣這波本土疫情1月初爆發至今 累計47宗病例 據當局統計 仍然有2萬多人被列為居家隔離或檢疫 必須維持一人一室 無法跟家人一起吃連夜飯 另外台北市初一起 禁止民眾在戲院內飲食 亦呼籲未打滿兩劑疫苗的人 不要到餐廳堂食 審明出席北京東奧開幕式的外國元首 抵達北京 盧森堡大公亨利焦早搭專機飛递北京首都機場 是第一位抵京出席東奧開幕式 和相關活動的外國元首 今次有32位國際政要出席今次東奧開幕式 和相關活動 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等等 另外北京東奧作為公佈 昨天由機場入境參與東奧的人士 有28人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8人是運動員和除队官員 在閉環內也有9人感染新冠病毒 當中4人是運動員和除队官員 其餘就是相關工作人員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希望 中美努力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秦剛在網上春節招待會致辭 提到苦年要拿出膽識和氣魄 按照兩國元首去年視像會面 達成的共識 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精神 逆水恆舟 迎難而上 努力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也不要忘記飛虎隊 即二戰時期 援助中國抗日的美軍資源航空隊等事職 逐寫新時代中美友好新篇章 秦剛又說 苦年的開年大使是北京冬奧 相信北京一定會舉辦一屆 簡約、安全和精彩的冬奧 英文Tiger一詞 五個字母的寓意 這就是Tense 緊張激烈 Inclusive 海納百川 Green 綠色環保 Extraordinary 精彩紛繁 Refreshing 耳目一新 北京冬奧會的主題口號是 一起向未來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這也是我們最好的新年寄予 距離北京冬奧開幕還有四天 北京即將成為首個商奧之城 而當地一個奧運迷也都迎來新的藏品 帶大家一起看一下 北京 北京冬奧會歡迎你 35歲的北京青年張濃泉 每天回到家都被幾千件奧運 紀念品包圍 被形容是奧運的狂熱粉絲 這排不同顏色的北京冬奧吉祥物 冰敦敦是最新加入的新成員 這個是我收藏的 北京冬奧會機箱物的盲盒 一共是七款 六個是基本款 一個是特別款 這個是特別款 張文泉第一次對奧運產生興趣 是二千年認識奧運 當時他還是中學生 到了2008年北京奧運 他成為義工之後 開始收集各種奧運紀念品 至今收藏超過五千件 從吉祥物公仔到火具模型 再到紀念郵票和紀念幣等 都是他的心頭號 為了買這些奧運期間限定 他花了至少四十萬人民幣 有時甚至要借錢 張文泉又說 家人和朋友未必明白過中原因 有時都會不滿 不過他會繼續買下去 無線電視は胡、弘英郎 's creep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